最美公路南橫秘境解锁了 刚刚我们走过的南橫最美的一段 就是天池到雅口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秘境是哪里呢 来看到电视墙 接下来我们要走的是天使的眼泪 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 小雨要带我们去的就是家民湖 这很多人的梦想之地啊 真的 而且我这张是用手机拍的无修图 手机拍的也是这样的美景 就是无修图 而且它真的就像蓝宝石一样很漂亮 真的很像就是天使的眼泪滴落在这里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那时候啊 这样爬上去然后第一眼看到这家民湖 那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有就是说我先休息一下 太累了就对了 是真的 哇在这里直接睡午觉的 我觉得睡午觉 那有很多人会直接在这边吃个补给品啊 那我跟大家说其实这个家民湖啊 我觉得大家这有很多的视角 不是只能在这里 我正议大家可以走下去 走下去走到家民湖的旁边 拍是很壮货 你真的就像是大海欸 我真的有拍一张站 它旁边就像一个大海 就是想说这是什么国家 怎么会 就在你身后一个蓝宝石的这个感觉 那其实在这一条家民湖的登山不到路线 总共可以剪到两座百岳 百岳 这边会经过两座 一个是三叉山 一个是向阳山 你要怎么安排都可以 一次收集两座 对有些人会误会说 家民湖是百岳 其实不是 哈哈哈 它是台湾的第二大湖泊 第一大是雪山翠子 它只是在这条路线上面的 其中的一个景点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去湖泊的话 你可以走前面两个百岳 但是当然大家的最后里程碑 还是要来到这里 是不能错过的啊 对当然不能错过 那这个地方其实 它是一个圆湖状 一个土圆形 它有一些神话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外星人的传说 是怎么样 就有人说 诶 那个这是确实的 我们的寻山园 那过去他真的在这里有拍到一张照片 疑似好像是有外星人照片 那就开始有一些舆论啦 就想说是变造的 是不是假的作假 那真的国安局有特别把这样的照片 送交到美国去 鉴定 对鉴定 就发现是没有变造的 所以我不能告诉大家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照片 大家也可以继续判断看看 所以这个路线啦 如果大家体力不错 是 真的可以只有看一次可以欣赏到很经典的嘉明湖 还有两座的百月 然后又可以挑战刚刚的南横三星 就总够是五座 但是我们必须要老实讲 其实我们主持旅游节目那么久 大家讲了那么多山 都没有打动我 唯一只有嘉明湖 是让我真的想要去前去的一看究竟的地方 而且尤其南横公路如果开通之后 到嘉明湖现在变得更简单一些些 但如果轻松走至少还是要三天时间 没错 那我们要问一下苏导啦 向阳这一带还有什么其他的景点吗 比较轻松一点的 比较轻松一点 我一定要来介绍两个景点 这个第一个景点是我们的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 大家看到这个步道已经完全就是比较平易近人了 有没有 在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还有五条步道 这五条步道分别是向阳向松 松井松涛跟松阳步道 好多松啊 对 在松涛步道的这个中间 特别跟大家介绍 还有一个观景平台 这个观景平台 大家登上可以一眼眺望所有的大观山远景 对 那大观山基本上是我们这边最 一个优质的一个景色 去搭上去的时候 可以完全吸收到我们的芬芳的气息 对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在松井向松 跟松涛步道的交叉口 有一个我们当时日治时期的住在所 对 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吸收到大自然 其实我们在探访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走在历史的这个轨迹上 相较之下 如果跟嘉明湖相比 这路线就轻松许多了 是的 是的 那另外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 是我们的利稻部落 利稻部落是我们的 布农族的部落 我们刚刚在一路上都在讲布农族 对 那利稻其实不是因为它种很多稻民 是 其实是因为利稻是我们布农族的 一种雨的一个发雨 那它的发雨的意思是 吃起来黏乎乎的枇杷 枇杷的意思 那在利稻部落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旁边都是山谷 对不对 它是一个河谷的平台 那这个地方呢 不管我们前面后面 我们都有多么多么累的 这些爬山的行程 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获得好好的休息 这个地方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的高冷蔬菜 来吃野菜 对 在这个地方高冷蔬菜 它其实相当的清脆 尤其是这边的海拔 是一千多公尺的一个海端乡的部落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纯净 而没有污染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我们的农特产品 红豆玉米都是这里的特色 这边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是我们的布农族的文化旅行配套 这里可以怎么样参加 对 这个我们大家讲到布农族 就会听到我们的这个巴布合音 巴布景是巴布合音 还有每年4月下旬的达尔记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推荐 给大家能够来一清方泽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段的南横之旅 不只看到了美丽的景色 包括原住民的布农族的 整个部落文化 这次也一并带给大家了 四天三夜都把它排进来 当然接下来路线上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秘境还没有解锁 这个秘境要去哪里呢 来看到变成是小猴最后压轴推荐 带我们要去的是最美的野溪 到底多美呢 是哪里呢 要去的就是利松温泉 没错 这是我公认 我去过了野溪温泉 全台湾最美最有特色的 全台湾最美 而且就在南横公路的169K处 哎呦 连公里数都告诉大家 你导航的时候那边比较不容易找 你导航就导说摩天福德公 土地公庙 然后你就先把车停在摩天福德公附近 然后你就可以往下走 可是你知道吗 他走到登山口大概将近3公里 它是产业道路 也要花一段时间 对 大概要花一个小时 然后你就步行在那种崎岖的产业道路 这样下去看到高丽菜田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小小手写的牌子 就是当地部落就写说利松温泉 然后我告诉大家 走到登山口才是真正雍咖挑战的开始 所以有一点难度啊 他算是中高级的路线 因为他是拉绳 你们知道吗 在摩天福德公 他的海拔大概将近1600公尺 还蛮高的 可是利松温泉这个地方呢 他的海拔是1075公尺 1075 所以是往下 往下切 切下去 那等于落差将近就是500公尺左右 那你们知道这样短短的路程啊 他的平均坡度是70度 很陡耶 沿途真的是要攀绳索这样下去 所以这样全程走下来 你要抵达利松温泉的目的地 大概总共走多久 大概总共连就是走产业道路 要登山口 再下切的话 大概是两个小时 花两个小时 那到了利松温泉 到底值不值得啊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它很值得 因为很多野稀温泉 它是地勇式的温泉 就是你挖那个溪床 它就会有热的温泉冒出来 可是它是瀑布温泉 它平均水温是45到65度 很烫耶 然后你就旁边都有沙包 因为当地人已经把沙包围起来 几窟 你就可以泡那个野稀温泉 那我觉得它比较漂亮 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样几窟的温泉泡起来 它是那种碧蓝色的水汁 它是属于碳酸泉 泡起来皮肤会咕溜咕溜 但是它的利松温泉 为什么是全台湾最美的野稀温泉 因为它是碳酸钙 它就攀附在盐壁上 会有那种白色的碳酸盐 然后再加上就是它就是有绿色 就是不怕高温的绿藻 布着在上面 所以整个岩壁看起来是白白的 绿绿的 然后当这个阳光照射在这个山壁的时候 会有五彩缤纷 像彩虹七彩的感觉 哇 连岩壁都很精彩 你不觉得你在泡温泉的时候 看到这个山壁 阳光照射的时候 会有一些光影的折射 就好像来到那种中国的山水化的秘境去泡汤 那你就会可以带点野餐 因为你看 这样算一算 去回将近就是四个小时 然后再要泡温泉 所以这样的一个利松温泉半日游 我会推荐 我建议如果你不想要带这么多装备的话 你可以跟团 真的还可以跟团 对 它等于含保险 入山申请 还有装备 这样一个人大概是1800到2200左右 有人带路 比较安全 所以这里不同的玩法 甚至跟团的玩法都推荐给大家了 到了利松温泉这里 真的是要比较花时间一些些 刚刚我们这些路上 好像都没有提到任何吃的东西 那我就要问一下马老师 所以我们刚刚这一段 这个秘境的部分 吃的部分去哪里找 刚刚苏达有提到利道这一个地方 利道其实各位 在崇山峻岭之间 你会发现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它就是一个平坦的地方 它就是和解台地 以前我们走到这个地方 表示南横践行队告辞 走路的部分到此告一段落 而且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小吃店 那当然各位这边最有名的 就是它的艾臭沛 什么叫艾臭沛 刚刚提到 不管在高雄甚至在台东 我们都可以看到艾玉 艾玉其实部农足在推展当地 这个农产非常重要的一块 所以这边也可以吃得到艾玉 可是吃艾玉还不够 还不注意满足自己的胃 这边还有非常特殊的臭豆腐 来这里吃臭豆腐 平地吃臭豆腐没什么了不起 在这边吃臭豆腐 你会觉得天哪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臭豆腐 特别臭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山上物资缺乏 第二个这个臭豆腐也真的好吃 而不是随便呼嚷大家的 你会发现炸出来其实就是软嫩多汁 而且真的足臭之夫像我真的觉得爱得不得了 爱得不得了 更重要除了臭豆腐好吃 还搭配他自己腌制的泡菜 各位不用讲别的 这个地方的泡菜高丽菜就是在地生产 我们平常在山下你还考虑 这是平地的高丽菜还是高山 各位不可能从山下运来高丽菜 因为这边就在种高丽菜了嘛 所以用这边高山的高丽菜来腌制 我们讲说这个经过他祖传的秘方 七七四十九天来做这个腌制 再搭配我们讲说这个臭豆腐 哇真的是一绝啊 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这个爱臭配 是每个人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你说来这边难得来一趟南河 要买点伴手礼 各位有什么可以买 泡菜可以整罐整罐买 高山泡菜 让你把味道延续 另外这边还有卖三色的这种所谓的花生糖 花生糖各位 它其实结合了荆棘 地瓜 还有包括凤梨 把它混在这里面 也是在立到这个地方 非常特殊的一个特产 第三天的这个南河之旅 真的是完好完满 好多行程啊 那第三天晚上我们到底住哪里呢 第四天的南河公路 进入尾声楼 又有哪些景点不能错过 休息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有什么地区的 我们希望对我们的地方 跟我们的一段 出